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窝 我是万万 今天的这个录像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啊 我用的是全部是自然光线 我就随便坐在地下 坐在我这个小房间 然后就跟大家做一个上妆视频 简简单单的啊 然后也没什么setting 因为我前两天嘛 然后又三月份嘛 然后我今年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我每一个月或是隔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我就换一批东西上我的抽屉 深处翻一翻 我突然间发现我有好多东西 就是真的是N9没有用了 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做一个 这个N9没有用的产品上妆记忆 也算是一个shopping wine stash 最近蛮流行的一款 一个类型的这一个上妆视频啊 然后今天天气也不错 所以我们就自然光线开始 先说一个这一个打底乳啊 Milk Makeup的这个打底乳 这是我去年就是圣诞节的时候 买他们家的一些套装嘛 里边有一些他们家膏状的这一个产品 我突然发现这个 我从买到现在四个月三个多月了吧 一次都没有用过 我在干嘛 然后我直接拿出来用一下 看一下是什么感觉 几块是这种比较gel的这种感觉 然后搓的时候不是非常的黏 不得吗 有一股墨水的味道 哦 涂抹在脸上的时候感觉蛮黏的 在这一个粉底 我相信大家也好久没有听说过 我说这个了吧 就是Bare Mineral的这一个 Bare Pro Liquid Foundation啊 然后这个我记得我曾经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一直买 一直买 再买 就真的把它忘记了 所以我们也一块回顾一下它是什么感觉啊 然后 这种非常liquid 哦质感 你知道就是如果你经常买一些不同质感的这一个粉底啊 大家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就是去摸的时候一下就能感觉出来这一款粉底啊 有一种预感应该不错 好久没有坐在地下录像了 说实话 然后我找一个粉底刷 Cosmetics的 OK 应该拿出来多用一种 然后下面遮瑕膏啊 也是好久没用的一个G凡西他们家的这一个叫Tint Couture啊 Long Wear 不是防地刷 Consiller啊 我又买他们家同系列的那一个粉底液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过期啊 大家 OK 没有 好久没有用了 搬酒 搬酒没有用 可以这么说吗 我记忆中它就是很薄 非常薄的一款遮瑕膏 OK 定妆之前啊 然后我要用一个Bronzer 这个Bronzer我也N9没有用了 也是Milk Makeup他们家的这一个Bronzer啊 然后这个颜色呢叫Blades 这个真的是曾经一度非常非常非常火 就是说它可以替代香奈儿 在颜色上我觉得就是 它真的是不可以替代香奈儿的 在颜色上啊 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香奈儿的那一种了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过期啊 没怎么用这一个 说实 哎呦我的妈妈 干掉 干掉了大家 哎呦喂 干掉了 我用刷子我看一下可不可以站上啊 把上面这床我看看 哦干掉了大家 哦我的妈 怎么搞的 哦过期了 旁边 旁边长毛毛了 然后我还在这 我这脸上晕染呢 就这么一个大东西 我的妈妈 我抱歉大家 过期了 我要把它套死掉 哎呦我的天呐 我还有一个小的啊 这个色号呢也是Blaze啊 也是他们家的这个Bronzer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买这一套盒里边带的 哦我的天呐 OK这才是它的颜色 大家看到 过期的颜色有点泛灰 看到了吗大家 好吧 我香奈儿那个N年 放了N年都没有过期 这个这么快就过期了 这个就没有什么味道 哦我的天 颜色也OK 这个颜色是它这一个Bronzer里面 比较偏深的一个颜色 因为我本身肤色也在这里了 所以 我想把这个地方 我最近 大家看出来 长肉了啊 没错 仰彪了在家 这个我也不太喜欢 说实话 OK直接出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定妆 我用我N9没有用的 Laura Mercier的 这一个Laura Mercier La Mere海洋之谜 海岚之谜的这一个定妆粉 然后我那一个 叫什么来着 Shel Tuberin定妆粉 我终于用完了 所以 再拿另外一个 然后我用的也是 Laura Mercier的 这个定妆粉的刷子 也N9没有用了 那天 N9没有用上来 一层灰 拿出来 然后洗一洗 然后今天用上 OK 腮红N9没有用的 Burst Bees的 这一个blush 色号呢 是Toasted Cinnamon 然后 比较Bronzy的 这样的一个颜色 然后我用一个 刷子 它非常非常好上色 然后 也可以当成这一个 稍微一点 Bronze的 这一个颜色去用它 如果你肤色够的话 有一点大地的 这种黄色在啊 Bronze这种黄色在 Cinnamon嘛 但是 OK 但是 不是我最爱 说实话 我很想把它整理出去 不是很爱 不是很喜欢 好吗 然后高光我用的是 LC的这一个高光啊 从去年买了 用了几次 然后就没怎么用过 而且超级贵 LC这个牌子 在Alta卖得不便宜啊 我的这个色号呢 是 叫Luna 在这里 Real Tecnus的这一个 刷子 这有一点 Pinky Rose那种感觉的 高光 蛮漂亮的 说实话 质地也非常非常非常的 漂亮 有点Baked Jelly Powder 那种的 质感 所以 不会非常地 Shimmering 太阳下去了 有点点 但是 我们坚持把它画完 OK 大家看有部分 这个我应该拿出来都用了 哦 这个颜色好漂亮 然后接下来呢 眉毛 眉毛呢 我用这一个 也是好久没用的一个 开架品 我那天翻翻翻翻翻翻 然后我就直接找了一个 这一个 爱丽小屋的这一个眉笔 然后 简单地画一下我的眉毛 我的眉形呢 大概的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 这个底下就是全部 上面这个地方 我已经全部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长出眉毛了 所以 过两天 我就会找人 大概的给我 整齐的 修剪一下 眉形就出来了 接下来眼妆呢 我要用的就是 Dior的这一个 我的色号呢 是566号 然后是这种 比较大地色系 但是有点 Metallic这种的 我真的是 好久没有用 他们家的这一个了 真的是好久没有用 然后 大的刷子一枚 然后我先 上面这个颜色 大面积的 扫在我的眼睫上 香奈儿的 不是香奈儿了 这个Dior的这一个眼影 要比香奈儿的 这个眼影 有质感很多 在这个高手品牌当中 我最近在把这种 比较大地色系的 这种 眼影的 小的 眼影的这个 Cores 都拿出来用一下 因为真的是 真的 真的是好久没有用了 真的是好久没有用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找一个 MAC217 然后沾上这一个 最深的这个颜色 然后去 加深一下 Cores的位置 超级好晕染 我好久没有买Dior的 这一个 五色的眼影盘了 我应该去 看看它有没有 一直没有关注 一直就是这个 这个大盘 那个大盘的 我觉得我 该去买 几个小盘了 Clean Depot的四色 不知道有没有出新 肌肤之药 不知道有没有出新色 大家 有买吗 在下面留言 好吗 OK 然后我用一下 我就不用这一个颜色了 我今天用中间这个金色 来 压在我眼睛上边 好好看呢 OK 小的点头刷 然后我沾上这个颜色 最浅的 这个有点黄金色 然后画在我 水亮水亮的 质感真的是好漂亮 还有眉骨的位置 蛮好看的 但是我这个自然光线 其实把这一个颜色 洗掉了很多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OK 然后下面是 我用一个红棕色的 这个眼线笔 然后我尝试一下 可不可以用到这个眼妆上 我用的是 Mark Jacobs的这个 Gel Eyeliner 我好久没有用这个了 但它真的是红棕色 这种的 可能跟我今天的这个妆感 不是非常配 但是 好玩吗 我们画一下 它真的是红棕色 大家看到 酒红色 我应该这么说 眼妆搞定之后 N9没有用过的睫毛膏 It Cosmetics的Super Hero 好好看的一款睫毛膏 我最近一直在用一些 不太喜欢 就觉得很一般的睫毛膏 但是又买了 又很贵 所以就想把它们用完 再用这个 区别 OK 最后一步 口红 我要用的就是 Boxum的这一个口红 然后我的这个色号呢 叫 Boss 在这里 大家能看见吗 OK 这个呢 我记得我曾经是很喜欢了 它上面有小红唇这种的 但是我真的好久没有用了 OK 好薄啊 好漂亮的一个褸色 非常warm tone的一个褸色啊 有点yellow tone的这种 感觉 OK 整个妆容呢 就全部完成了 大家 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 这一个眼影盘了 说实话 应该男朋友多用一下 然后这种亮镜镜的感觉 完全都是我的菜 我来一点春彩 感觉不够亮 Stila的这一个 Boss Lip Gloss OK 活了 OK 那整个妆容呢 就全部完成了 大家 然后今天呢 这个 真的真的 我自己也蛮喜欢 这一个粉底液的啊 然后这个粉底液 柔亮感的 然后又有点保湿的 又这个又那个的 所以 这个真的是蛮漂亮的一块 OK 这个我要多拿出来用一下 然后这个concealer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定妆粉 赶紧拿出来多用一下 然后 这一个 今天我要把这两个整理出去啊 我自己是不太 这一个过期的 这个就要toss掉了 然后我不太喜欢这个 所以这个也直接出去了啊 然后我要把Boss Beats的这一个 腮红 我不知道 是过期了还是怎么着 这个颜色真的是 好土黄 我的妈 我今天的这个脸颊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再 OK 这样大家可以看见 好土色 好土色 OK 这个我可能会把它整理出去啊 大家 我可能会把它整理出去 期待一下我三月份的整理视频啊 然后看它会不会出去 这两个就直接出去了 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 那今天这一个上装笔记呢 就跟大家分享完事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在 视频中就证明了 真的是好久不用的东西 真的是会过期过得很快啊 然后相对比而言 你也可以看到一些 稍微有一点fragrance的东西 跟这种没有fragrance相比 在性价比上 持久力生命力还是要再长一些的 所以就是如果有的朋友 你是不介意 你的这一个香奈儿的这种 比较带一点香氛的这种产品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过期的 过得还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一点小建议了 OK 大家的毕竟每个人的这个preference 都不一样 那希望今天的这一个美妆日记啊 失败的一个小片段 能够给大家一些提醒 多用一下自己望在角落的产品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妨点赞一下 现在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再见咯 大家 拜拜